嗨大家好 我是杨小胖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一张手抓饼 你购买一张手抓饼对吧 卖手抓饼的人可以挣多钱 可能每个人形成的答案对吧 但是我把我后来后续的操作说完之后 你会发现 你完全不知道他应该挣多钱 或者他可以挣多钱 比如说一张现在标配的手抓饼对吧 是7块钱 比如说6块钱啊 一蛋一肉一肠对吧 是6块钱 然后呢我现在呢我要求加一个肠 对吧 我再要求加一个蛋 对吧 我再要求加一个肠 比如说啊 这个手抓饼 我可以要求他加10根肠 对吧 10个蛋 对吧 我肉这些都是可以的 能加多少对吧 取决于我想加多少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问题 那你说他这一张手抓饼能挣多钱呢 你就没有办法去计算了 因为什么你会发现 我每加一根肠 他都会挣一份额外的钱 我每加一个蛋 他也都会挣一份额外的钱 我加一个肉也是一样的 那么好 问题来了 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懂 也都明白 对吧 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搬到汽车上 你会发现 可能有些人听懂的 你就会恍然大悟 对吧 一台车 无论它的初始价格是多钱 你要记住 车上任何一个零部件 哪怕一颗螺丝都是收费的 明白吗 什么叫赏叶 那就是一颗五毛的螺丝 我拧上面 那这颗螺丝就值五块了 这就叫商业 这就是收费的 所以说 一款汽车 你要深刻的了解到 就是无论这款车 它的价格是多少 对吧 它是什么样的车 车上所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是免费赠送你的 都是收费的 你记住这点就好了 你在买车的时候 对于高配车和低配车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想法 一个判断 对吧 一台低配的车和一台中配的车 和一台高配的车 你要记住 它们相差的不只是配置 还是价钱 而且你要知道 就像我说是 每多家一项配置 对吧 这项配置的成本 可能就是50 具简单的例子 但是你加上去之后 这个东西可能就变成500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汽车逻辑 然后呢 你再反推现在所有的车 比如说 两个同价位的车 一个配置高 一个配置低 很多人就认为 配置高的车是良心 对吧 配置低是不良心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什么是良心 什么是不良心 可能啊 如果这台配置高的车 没有这么多的配置情况下 它压根它就卖到这个价 对吧 它是加了这么多配置之后 每一个配置它都在上面 额外赚取一笔费用的时候 它卖到的一个和配置这个低 和配置低的车 同样的价格 对吧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车 如果不对去这么多的配置 那它的价格可能会更低 对吧 那可能真就是一个10万的车 对吧 可能这个车配置很好 其实这个配置卖了5万 实际上车本身这些玩意儿 没有在最低配的时候 可能只能满足正常需求的时候 这个车肯定就值5万 通过这个逻辑 大家一定要明白 汽车 关于高配啊 低配啊 对吧 每个车系配置高啊 哪个车系配置低啊 你把这点记住就好了 任何一个车系都不会 因为我做 比如说这个车 我本身没有填床 对吧 我加了一个填床 然后这个车的成本 我赔了500 我给你加个多能放行盘 我这车利润又低了500 它只能每加一项配置 它的盈利会更高 对吧 听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至于车 大家什么事 不要以为啊 配置高的车就一定有良心 配置低的车呢 就一定没有良心 对吧 都是商人 对吧 你就说配置低的车 就配置在低的车 它也可以给你加配置高 加钱就完事了 对不对 同样的原理嘛 对吧 我也可以加 所以加热 对吧 一个注意加热 要那两千部分嘛 对吧 我也可以加 各种各样的配置 你能想到我都可以加 就额外收费呗 对不对 这玩意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说 汽车 就那么回事吧 什么情不情怀 什么这那那这 你就记住句话 所有的汽车厂 都是商人 也都是资本家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赚钱 只是有些人 对吧 就是赚的该赚的钱 但有些人讲话呢 我可能在某方面不行 那种方法呢 我就加很多的东西 对吧 可能 我饼 我少挣点钱 但是呢 我多加点肠 对吧 我从墙上往回找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作为普通消费者 你不要以为 你买一个配置高的车 你就是占便宜的 你买的配置越高 它赚你越多 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好 这就是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